泽连斯基,克里米亚问题如何解决?是乌克兰诸位总统候选人无法回避的一个政治拷问。现任总统波罗申科表态称,大选之后将利玛从入侵者俄罗斯手中收复克里米亚。前任美女总理季莫申科的政治姿态,也正确且坚决。 承诺胜选后,不仅要回克里米亚和顿巴斯,而且逼迫俄罗斯补偿乌克兰所蒙受的损失。听起来都相当硬气和霸气。至于如何收复?两位政坛老将却语音不详。 大致途径是借助国际力量,主要是美国和欧盟,向克里姆林宫施压,迫使后者吐出已经吞并的岛屿。 3月22日,另一位重量级总统候选人,著名喜剧演员泽连斯基,也针对克里米亚问题发声。 他在接受乌克兰ICTV电视台采访时直言,只有俄罗斯政权发生更迭,乌克兰才可能重新获得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。 换言之,只要普京依然掌舵俄罗斯,克里米亚就无法要回。虽然经历了美西方多年的制裁,但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,普京的位置依然稳固。 全俄于情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,在启动改善民生的国家专案之后,民众对普京工作的认可度有所回升,超过65%。 达到半年来的最高点,在评论波罗申科大选后,立马收复克里米亚言论时,泽连斯基坦言,他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收复失地。 根据全屋公共组织先进权力倡议,3月18日公布的民调显示,泽连斯基的得票率为34%,遥遥领先于波罗申科和纪莫申科之元帅分别为14.22%和12.9%,成为名复习时的头号候选人。 公允地说,相比较波罗申科和纪莫申科动辄叫嚣加入北约,与俄罗斯彻底划清界线。 泽连斯基对俄外交立场相对务实得多,也温和得多。 波罗申科推行在军队,语言和信仰方面,全面去俄化军队,采用北约标准建设。 语言上全面封杀俄语。 信仰上与俄东正交决裂。 但泽连斯基近日明确表示,乌克兰当局不应打压包括俄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。 泽连斯基认为,乌克兰语作为官方主体语言的地位,不可动摇。 但俄语作为乌国内重要的少数语言,也应得到保护和发展。 他还建议,乌克兰应该建立可覆盖整个欧洲的俄语新闻频道。 该频道也将向多巴斯地区居民灌输我们是乌克兰人的思想。 泽连斯基还认为,波罗申科以议会修宪的方式,将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宪法。 纯属竞选策略,显得过于武断。 他提议,该问题应该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,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,加入哪个联盟。 他同时表示,自己乐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。 或许,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务实与平和。 让泽连斯基在选战开始后,就一黑到底。 民意之缘律稳步攀升。 比大选投票只有一周的时间。 泽连斯基,这位热门电视剧《人民公仆》中的银平总统, 大概率会让剧情照进现实,成为乌克兰的真正总统。